印尼为达近零碳排目标积极推广电动车 2030年预计将有2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 政府正加强部署电动车生态系 印尼一家民间顾问公司日前举办论坛 其中一项主题就是聚焦如何透过电动车提高再生能源使用 邀请政府能源部门及电动车业者提供意见 与会代表指出印尼政府正积极推广电动车 提供补贴来增加消费者的购车意愿 但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配套设施不足 需透过各方合作来解决 而消费者最担心的应该是充电占不足以及电池的安全性 这些必须建立一个系统来应付紧急情况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裁鲁迪阿娜还向中央社表示 建立电动车配套设施的另一挑战是预算问题 不能单靠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必须向外寻求合作机会 他知道台湾的机车品牌 非常欢迎台湾等国家的投资 中央设计的李宗宪 雅加达报导 提升联明市场的预算 参与公司贸取购签